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疫情烧进校园 台北市教育局下午突然宣布 从1月21号开始到2月28号 寒假课辅射团学艺活动等等都暂停 交朋友投篮在校园里奔跑 又或者是跟朋友玩互动是英语教学 这是这学期最后一次了 下次要见面就是一个月后 因为北市各级学校加强防疫管理 北市教育局宣布寒假辅导防疫措施 从1月21号到2月28号 寒假所有学习活动全部暂停 或是时讯教学 包含营队 毕业旅行 寒假辅导 课后辅导和才艺班 而公立托育也停止 不过私立未纳入管理 而托育照顾班则是 是校方状况决定可以照常进行 另外既能训练分流练习 而体育赛事也是暂缓 课后照顾 我们会继续来实施 就是要把关门口的进出 所有商场都要具备 寒假辅导现在都改成线上上课 不太习惯 喜欢来学校 而新北市则是到2月10号之前 校园课业辅导及各类活动 鼓励学校采线上办理不影响开学 那寒假期间家长该把孩子送到哪儿 也没有说想要送到补习班等等 没有耶 对啊 就还觉得还蛮恐怖的 我想说 反正就是尽量还是去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 去年还有留课后照顾班 今年没有留 因为他们有混班 就是小班以上会混班 所以我就想说不要太多小朋友 不同的班混在一起 由于寒假不到一个月 因此大多家长也不打算 把小朋友送到补习班 学校不能去宅在家最安全 TVB新闻 中秋彩微台北报道 本土个案目前还是每天新增10多例 而且从桃园外扩到双北跟新竹了 有没有可能升级警戒 指挥中心表示要随疫情滚动调整 本土疫情延伤从桃园扩大到双北新竹等地 据了解桃园市府和行政院都曾讨论过 是否尽内用 目前二级警戒时间到1月24号 外界推估如果要升级成加强版二级 可能在大学学测1月23号结束之后 或过完农历年元宵节2月15号之后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疫情理念 就是要根据疫情的情况 做滚动式的检讨 指挥中心否认是否升级 随疫情滚动检讨没有时间表 公卫专家也持反对意见 陈秀希认为纯粹升回三级没有异议 禁止内用也很难停止Omicron传播 而台大公卫团队也从病例再生数RT值分析 1月底累积个案会打540例 但如果打三级热潮持续 每天接种20万剂 2月初口望控制疫情RT值回到1以下 那我们现在在努力就希望说 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宿命 让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人变少 指挥中心努力不要照剧本走 希望控制住疫情 也有民众发现 台大医院公告2月1号开始 住院病人的陪病者 如果已经打两剂满14天 入院PCR采公费 避免除每周定期筛检 否则入院PCR和每周定期筛检 每次要自费998元 高雄也宣布加盐 高雄市培病探病的加盐措施 那培病假如说你没有打两剂满14天的话 那至2月要开始就要用自费采检PCR 指挥中心强调 这是12月底公布的规定 1月是缓冲期 没打完成疫苗入院筛检先公费 2月开始才改自费 鼓励民众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TVB生送报导 而目前本土个案当中 新竹一家四口确诊 感染源仍然不清楚 专家表示这代表社区 可能有隐形传播链在多点爆发 详细有文交易记者为佳琪 农历过年即将到来了 那么Omicron现在肆虐 当然大家都很担心了 有人就说到底还能不能回家过年呢 医师就说了 那么别担心只要你掌握三个重点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在新竹市一家四口 出现了不明的感染源 有人就说会不会是西提群聚案 有隐形的传播链呢 再加上桃园的菜饭 裴炳也验出确诊 还有就亚东护理师的儿子 也是染疫了状态 那么现在到底是不是还有很多 没有被发现的疫情感染源 台大医师黄立民就说了 不相信机场只有单一波 所以很有可能早就有个案传出去 感染源的源头其实也很难厘清了 但现在这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重点是在于社区不要扩散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的是春节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注意三个部分 第一个Omicron的重症率很低 但是医院的量能也不要太大 他说呢民众其实不用相对来讲那么紧张 你可以回去你的家乡 但是呢建一些必要的人 非必要的人能减少就减少 最后就是你跟熟悉的人出游就好了 去户外都会比室内更合适 只要掌握这三个要点 那么春节回家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而暂时还没找到感染源的亚东医院护理师 他的五岁儿子也确诊 初步序列出来跟本土群聚案无关 跟境外欧美序列相近 现在还要比对全基因序列 另外还没找到感染源的案例 又再增一人 台湾在新车实力的本土病例 而有一例是还没有找到他的感染源 他就是一名在大南市场工作的女摊犯 而他现在呢 疑似就是在陪病的时候被裁剪确诊 消毒车大街小巷喷洒 这位50多岁确诊女摊犯 CDG23是仁爱街外滩雇佣工作人员 意料之外的确诊 也让整个市场都很意外 疫情好转的 然后现在又疫情又爆发 这文菜下令19号起 大南市场预防性修饰三天 并增设巴德社福馆裁剪站 要民众快来筛 现有本土人找不到感染源的 还有亚东音乐护理师 新增确诊名单 也出现他的儿子 全院也都做过相关的检验 那目前并没有相关其他的确诊的案例 那不过他的小孩子确诊 五岁男童CD值20 没有就学 由家人照顾 护理师妈妈立为指标个案 序列比对与本土群体相近 来自欧美 要等待全基因定序比对 大概六个传染链 那其中但这个目前还在 进行当中的就是这个红圈圈 这个机场的这个部分 除了陶基亚东岸另四条传播链 还有中心仁岸医院 防疫小黄司机遭境外传染 机关署人员序列接近 南亚或东南亚病毒株 完整序列预计20号公布 本土岸细体相关也持续延伸 一家七口的公共确诊 是家中第六人 与货车司机同桌共餐的 东安国小女童 以及爸爸带两兄弟吃牛排 其中独华盛顿幼儿园的弟弟 也把病毒传给两个同学 甚至感染另个家庭四人 而新族一家四口朋友也被感染 但新增这粒友人 足迹疑似与确诊 联邦银行员工有重叠 本土这把火还没烧完 就怕境外案例双重夹击 20号起落地筛减扩大 至南亚东南亚旅客 会比我们原来要踩的 上午跟傍晚跟晚上的这些 可能要多10个航班 境外案19号控制在44例 这两天阳心率低于5% 豪兆头希望延续下去 TVB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就来算一算 整个吸体感染案扩大到现在 已经累计将近60例了 其中今天新增的10例 本土有7例 也都是跟吸体相关 吸体群聚延绍到现在 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还是斩不断 累计到现在吸体相关的案例 已经有将近60例 就连礼拜三新增的本土 跟案10例当中 有7例都跟吸体相关 还记得吸体案刚开始 有一家7口去用餐 两个小小孩 案17802 案17803 先被发现 遭餐厅实习生 传染而确诊 现在一家7人 多上钢新增的案18120 已经有6个人染疫 这是他的一个 应该是公共吧 类似就他同家7人 里面现在有6位 都已经确诊 另外案17983 货车司机 也是因为1月9号 有去吸体吃饭 现在确定 当天跟他一起吃的 10多岁女童确诊 为案18083 CT值22 幸好他和妈妈 因为当天就跟17983 一起吃饭 1月16先被匡列 1月17开始有症状 本来美眉一采还阴性 1月18 二采阳性 清洁人员一早也到 美眉就读的东安国小 彻底消毒 至于他妈妈 虽然二采婴 但恐怕是在病毒前伏期 那另外5位 是衍生出来的 从18053 就都在华盛顿幼儿园 案18053弟弟 当初是因为跟家人 1月9号去吸体吃饭 沁生而染疫 1月18发现确诊时 CT值20 没症状 但还是传给他案18118 跟案18114的同学 两人CT值都很高 分别为31.9和33.31 本来怪的是 在案18114被查出来之前 指挥中心试验到 他哥哥染疫 一度怀疑是哥哥 在新街国小下课 去接美眉被传染 现在判断 应该还是案18114的美眉 被传染后 传给哥哥跟爸爸妈妈 还有因为1月9号 去吸体吃饭的案17998 现在避免扩大 他任职的杨梅 日本电子零组建厂 也提650名员工裁剪 一采全面阴性 只盼感染别再外扩 TVS新闻 林志伟 终于仁瑞 桃园桃园综合报导 我从刚进来被隔离到现在 我想要感谢大家 就是会给予我们关心 然后一些鼓励 对着镜头 深情喊话 感谢所有人关心 淘机吸体案 联烧至今 已经两个多礼拜 首当其冲的 吸体中立中山店 43名员工中 有正职 以及不少半工半读员工 通通住进集中建议所 和外界报平安 王品集团高层 也在第一时间 带着物资 临时饮料等 到嘉义和新竹 检疫所照顾同人 其他分店员工 也拍影片 替中立中山店打气 分店员工信心喊话 只是疫情还没结束 吸体各分店也加强防疫 基本酒精消毒 然后客人离开会清座位 这样子 严谨的话就是隔板 隔肩那种都要有吧 然后到离开座位 强制戴口罩 刚用完餐的民众坦言 隔板和用餐外 强制戴口罩规定 可以再加强 王品也强调 严谨落实防疫规定 同人每天都会监测 健康状况 佩戴体温卡 但这次疫情外界 多以桃园吸体统称 PTT上也有网友发文说 桃园其他吸体分店被波及 很无辜 但影响生意之余 最重要的还是员工们身体健康 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希望这一次的疫情 可以赶快结束 大家都辛苦了 TVN新闻 周一峰张卫先 台报道 另外桃园有一间婚宴会馆 18号被桃园市政府 公布有确诊者的足迹 导致客人纷纷退订 可是业者跳出来 澄清说只是送货员 并不是吃饭的客人 他们电话从早开始 就接到手软 实在很无奈 从一大早电话 就接到手软 通通都是翔来退订 早就预约很久的婚宴和尾牙 请放心 这个确诊的话 只是送货的司机 当天并没有进入 我们的营业场所 只能这样一遍遍解释 因为自家婚宴会馆 轻轻封车庄园 就出现在桃园市政府 公布的足迹上 仔细列出的九个确诊个案 其中有人 1月14日的白天 有去过那里 业者觉得 这范围写得太笼统 引发舞会 强调接触的只有两位 负责点货的员工 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尤其路线遭遇分流 跟顾客的线 差很远 顾客等于是正面的 他都在后面这样子 那我们所有的人员 也马上去做快筛 那快筛的结果都是阴性的 为了以防万一 业者修管三天 找人大清销 期盼能让大家安心 毕竟这个岁末年终 疫情不太好过 桃源的疫情 对桃源来讲就蛮 已经这个尾牙宴席 都已经退了50%了 然后在这两天 又这样一抱下去 哇真的是很困扰 损失多少还得再评估 但业者觉得师傅 可以更贴心的 公布足迹细节 而桃源师傅 则解释意料时 该个案无法提供 确切接触时间和人员 相关的足迹 后续做警政钓跃的足迹 比对有进一步的市政 必要时的话 也会予以更正 看来桃源的疫调 先框先求快 但也苦了店家 TVN新闻 红富华刘婷婷 韦佳琪 台北报道 Omicron变异株 快速的蔓延全球 到底Omicron 跟过去的病毒变异株 有什么不同 疫苗跟口服药又有效吗 后遗症还有哪一些呢 我们继续帮您整理出来 再交给佳琪 Omicron病毒来势汹汹 现在在台湾 也出现了本土确诊个案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病毒 你不得不知道的 我们就带你来了解 包含了第一件 就是它的起源 其实它是在2021 也就是去年的11月 现踪于南非 短时间内呢 竟然成为了 全球流行的变异病毒 再来就是传染的途径了 很多数的专家都认为 它是透过飞沫 跟接触传染的 但也不排除有气溶胶传染 那么带你看到的是 它的传染力 跟它的住院率 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Alpha病毒的传播力 比它增加了50% Delta又增加七成到百分之百 那么Omicron是增加百分之五百 多以轻症或是无症状为主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Omicron比起Alpha或是Delta的病毒 感觉起来 症状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其实这个Omicron感染者 平均潜伏期大概只有三天 那么相当比例是刚感染 半天到一天其实就能够来传染了 那么它现有的疫苗保护力 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如果你是打两剂 完整接种疫苗的话 半年后会降到百分之五十 打三剂的话 预防住院保护力则会升到了90% 所以现在大家都呼吁 大家赶快去多打追加剂 就是这个原因 口服药的治疗效果 作用与激转疫苗不同 治疗的效果比较不会受 这样子突变的影响 那么现有的PCR 到底能不能测出Omicron的病毒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中长期 就Omicron虽然是轻症 会不会造成一些后遗症 到现在没有大量的文献根据 但根据医美研究指出 感染新冠有百分之三十七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的症状 而且有抑郁跟呼吸异常 但是Omicron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最后就是儿童的染疫个案增加 足以见得Omicron 真的是雷势汹汹 台北市长柯文哲 为了高端发火了 一间诊所公告 高端疫苗被卫生区回收 引发网络炮轰 让成为剑拔的柯文哲怒轰造谣 又不是针对高端收尾 所以这典型的又 典型的又一次认字作战 实在可恶 讲到咬牙切齿 台北市长柯文哲 又为了高端不高兴 导火线就是这篇道歉启示 台北市直播诊所 在脸书公告 占不接受预约打高端 因为全被卫生局收回去了 这一波网友都怒了 纷纷把矛头对准柯文哲 说真是够了 太夸张了 为什么要回收 没人打被回收还有话说 现在是根本预约不到 太扯了 这种故意太明显了 其实也是间接想让网友知道 其实我们台北市还是有在打高端的 卫生局的部分 他们有一些需要新的统筹规划 那其实这个详细部分 我就有点不太了解 现在服务中心有通知那家诊所 有没有它的民众客户有没有需要 那它后来回传是 那个日期没有需要 收回是针对每个品牌 只要它的任务 这种期程满都会收回 诊所说之前疫苗都有打完 这一期拿到三四十剂高端 约剩十多剂 不晓得需要缴回剩下疫苗 18号被通知才知道 但北市府说按照惯例 诊所下一期是打其他厂牌 避免打错才收回 却故意塑造柯文哲跟中央作对 中央配给我们的 我们都会拿出来打 所以没有人在抵制高端 而且我们每天 这两天不是高端的疫苗 都预约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几 老辈说台北没得打高端 北市府干脆再加开接种站 24到28号将在京站设点 一天120个名额 20到21号先市营运 可随到随打 而北荣也在周末两天 提供5000个名额 网路已可预约 但闹出风波的制播诊所 虽然公告已经下架 但这误会闹大了 也让柯文哲火大了 这不是造谣 什么是造谣 PBBS新闻 陈旭一地平台北报道 第三届想打莫德纳的民众要注意了 指挥中心宣布下周一 还有新一波的莫德纳会抵台 大家也不要急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下个礼拜一 这个还会 还会有一批的莫德纳疫苗再进来 所以21期还是会有莫德纳的疫苗 抢不到莫德纳免驾 车中心最新说明 下周一还有新一波莫德纳到货 根据最新统计 第二十期1922平台 更有86万人预约 其中莫德纳预约率达99.64% 本期只剩下1262剂 莫德纳打气夯 各县市也供不应求 双北莫德纳量开到最大 但手上有货 还是要先留给专案造册好的还没打 台中市库存 甚至撑不到下周 第二十期的选项里面没有莫德纳 所以很多民众就纷纷打电话 来诊所询问看看 有没有莫德纳的残疾 台中二十期根本没有莫德纳接种点 还有不少诊所反应 中央或地方为了造册施打专案 把原本预约好的莫德纳收走 中央没有收了 我没有裤衷 我们手头上一记都没有 不太相信就是说你已经预约好了 那地方政府硬要把你已经预约好的量收回去 陈志忠解释收回疫苗的可能性低 也说明18号时已经把250万剂配发给地方卫生局 18号打了29万剂 剩余220万剂 大约下周三就会打完 有些县市可能打得比较快 有些县市打得比较慢 1月30号打 就是都还有还有这个莫德纳疫苗可以打 但是没有问题 下周一多少剂量莫德纳抵达 悬中心还没公布 但可以确定的是莫粉们不用担心 21期还是有量可打 现阶段看来莫德纳可能还足够 TBS新闻综合报道